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南千水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七龙珠 系列探讨的最终回 但我们的旅途还远未结束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细谈七龙珠 结束后漫画市场的那些变化 当七龙珠画上句点的时候 许多人都感到了一种时代的落幕 但鸟山明的影响并未因此消散 相反的 他像一股潜流一直滋养着新一代的漫画创作 在七龙珠之后不久 漫画市场迎来了新的现象 许多后起之秀在鸟山明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他们将他经典的剧情节奏感 战斗场面的渲染以及角色的个性化表现 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无论是对战斗场面的描写 还是对角色成长的锻造 七龙珠都提供了一套成功的模板 此外 七龙珠给予后世漫画的启发远不止于此 许多作品中关于友谊 胜利和亲情的主题也受到这部经典制作的影响 而这些元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鸟山明的创造力在漫画界犹如种子 不断孕育出新的生命力 注入到后来作品的血脉之中 这样的市场变化 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事实 伟大的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的格阻 激发后来人心中无尽的创作热情 七龙珠不仅仅是结束了 他的精神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延续着 而我们将继续追随鸟山明留下的艺术足迹 探索这个永不褪色的创作宇宙 讲个笑话 你知道为什么悟空从来不写自传吗 因为每次他试图写下自己的故事 比就会因为他的力量而折断 七龙珠不仅在漫画界创下了篇章 在周边产品和商业模式上同样书写了传奇 其商业策略涵盖了动漫 游戏以及一系列广泛的周边商品 从珍藏人偶 服装 到家具用品 乃至于跨界合作的各类产品 都是粉丝争相收藏的宝贝 七龙珠的动漫系列延续了漫画的热度 透过电视和电影屏幕 将其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物形象 推向更广泛的观众群 动画的成功 也为游戏和周边产品铺好了红地毯 这些游戏让玩家能够亲自体验悟空 和其他角色的战斗与冒险 增长了角色的情感连结和故事的审静感 周边产品的策略上 七龙珠运用了一个多层次的市场切入方式 无论是评价的小饰品 还是限量版的精品 都能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七龙珠的每个角色 都有可能变身成为一款商品 他们不再仅仅是故事中的人物 同时也成为了粉丝情感的寄托 和身份的象征 至于对娱乐产业的影响 七龙珠 IP的成功演绎了如何将一部作品 变为一个多元化娱乐商业帝国的典范 它不仅仅局限于动漫界 还深入到了游戏 电影 服装 甚至是食品等产业 这样的跨界合作和商品开发 推动了整个娱乐产业 对于IP价值的重视和深挖 并促进了创新产品的开发 使得粉丝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找到与爱好相关的商品 这是七龙珠 在娱乐产业中留下的珍贵贡献 讲个笑话 我们可以想象悟空在寻找龙珠的过程中 不小心闯入了一个古代市集 他对着一个卖油条的老板说 你有没有看到七颗闪亮的球 老板回答说 小伙子 我这里只卖油条和豆浆 要不要来一碗 这个笑话展示了文化和时代的差异 同时也突出了 七龙珠中寻找龙珠的冒险精神 当 七龙珠 迎来了自己的最终回 这个节点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结尾 更是无数粉丝情感里程碑的一部分 很多粉丝从小随着悟空的冒险长大 对他们来说 这不只是一部漫画结束 而是一段共同成长的记忆 当最后一页翻过 满是不舍与感慨的讨论 遍布于网络个角落 粉丝们通过网络论坛 社交媒体甚至是街头的聚会 分享着各自与七龙珠 结局相关的情感和评论 从其中能看出 无论是对悟空最后的超越 新老角色间的传承 还是对故事的完美总结 粉丝们有着深刻的共鸣 与许多难以割舍的情感 这部经典制作的结束 对读者群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许多人将它视为个人成长历程的一部分 而对于后来者来说 七龙珠 则成为了鼓励追寻梦想 和坚持不懈的象征 故事的尾声开启了新的讨论 人们谈论着不同的故事篇章 讨论最有深度的角色发展 甚至是对鸟山明的致敬 与未来的展望 就像鸟山明通过 七龙珠所传达的那样 结局不代表终止 而是新生的开始 七龙珠的精神将继续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生生不息 因为热爱这部作品的粉丝 从未停止过他们的爱和讨论 这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也是对一部作品最好的致敬 讲个笑话 我们可以想象悟空在寻找神龙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孔子 孔子看着他手中的龙珠 微笑着说 年轻人 你追寻的不仅是龙珠 更是人生的智慧 悟空回答 那么 先生能告诉我智慧在哪里吗 孔子笑着说 他就在你的旅程中 每一次战斗 每一段友谊 鸟山明的创作生涯 犹如一部精彩绝伦的史诗 充满了无数挑战与决策 他的高点无疑是 七龙珠的成功 这部作品不仅改变了漫画界的面貌 也深深地影响了全球无数读者 与动漫爱好者 然而 连载过程中的高强度工作和创新压力 也为他带来了种种难题 他需要在保持创作品质 和跟上严苛的出版节奏之间 找到平衡 这是一个既疲于奔命 又充满创造力的过程 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 鸟山明曾深刻地反思 他的作品和经历 他认识到 在其职业生涯中 不得不做出的某些创作上的让步 可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 或是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作为一名创作者 他在保持原创性 和迎合大众口味之间搏斗 同时也不断地在记忆上自我提升 对于未来 鸟山明展现出一种淡薄且开放的态度 虽然他可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投入于连载创作中 但他的创作精神和对漫画艺术的贡献将永远闪耀 他的故事与角色已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象征 且持续激励着新一代创作者 鸟山明对自身创作的展望 就如同他笔下的角色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将一直在漫画史中留有一席之地 激励着每一位读者和梦想成为创作者的人 讲个笑话 我们可以想象悟空在寻找龙珠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扁鹊正在炼丹 悟空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扁鹊回答 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可以让人重获新生 悟空笑着说 那你能不能帮我练一颗能找到龙珠的丹药 鸟山明的偷懒大师这一称号 其实源于他高效且省力的创作方法和工作哲学 他在设计角色和编织故事时 经常会采用简化的技巧 这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 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例如 他会刻意减少角色服装的繁复细节 以便在连载漫画时节省绘画的时间 同时 他也擅长藉由直接了当的叙事来推动剧情发展 减少不必要的冗长对话 从而加速故事节奏 这样的创作方式 虽然被一些人戏称为偷懒 但业界普遍对其工作态度 给予高度赞誉与认同 因为这并不影响故事质量 反而造就了一种流畅且富有动感的阅读经验 当然 也有少部分批评声音认为 这影响了漫画的深度和艺术价值 对于粉丝而言 他们对鸟山明的作品有着极高的期待 尤其是对七龙珠的更新和角色发展 当鸟山明宣布终结七龙珠的连载时 这让无数粉丝感到心碎 甚至有些人显示出了激烈的反应 这个消息不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标志着粉丝们将不再有新话来期待 他们的反应从深深的怀念到崩溃的失望 不易而足 随着鸟山明渐渐减少公开活动和新作品的发布 一部分粉丝表现出了失望和不解的情绪 他们渴望这位偶像能如过往一样持续创作 渴望能够再次看到新的故事与角色 然而 也有许多理解和支持鸟山明决定的粉丝 他们尊重这位大师对个人时间和创作自由的选择 并感激他为漫画界所做出的贡献 总之 鸟山明既是一位被赞誉的创作天才 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粉丝心中引起波澜 无论如何 他的影响力和他作品中所蕴含的热情和梦想 将会是漫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 这一系列影片终于画上完美的句点 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陪我一路走来 观看这一系列关于鸟山明大师及其不朽之作 七龙珠的精彩影片 从创作的灵感闪现到每一个角色的塑造 再到影响了世界的每一个结局 这一切的一切 我们都有幸一同回顾 一同感慨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 希望您能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的任何精彩内容 也请您留下评论 分享您对鸟山明和七龙珠的看法 或者任何您想看到的相关话题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内容的最大动力 讲个笑话 我们可以想象悟空在寻找龙珠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毕生正在印刷的书籍 悟空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毕生回答 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可以让故事传遍天下 悟空笑着说 那你能不能帮我印一本关于龙珠的书 并无垂